非经期少量出血的原因 如文医生特疗专家吕舒兰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妇产科主任医师 我们现在说的都是育龄期的女性 育龄期的女性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有月经 月经的话呢 按时来按时走 就代表了卵巢功能正常的一个维持 有排卵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生殖功能的体现 那非经期的一个出血的话呢 就可以表现出来月经中期的一个出血 或者月经来以后淋漓不断的出血 或者月经来朝前的一个哩哩啦啦出血 那这几种情况呢 代表的是 一有可能是排卵期的一个出血 就月经中期的话 有可能是排卵期的一个出血 月经前后有出血 可能代表是黄体功能不好 这就提示你 如果要准备备孕宝宝 那就需要到医生那去看病 进行相应的治疗 那如果是在整个的月经周期 紊乱 没有一个什么周期可言 随时都有出血的话 一定要去医院做检查 要排除一些气质性病变 比方说有没有一个宫颈的癌症 宫颈的膝肉 阴道的一个囊肿等等 所以要引起重视 到医院跟医生进行诊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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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